这样一群人,他们产后屁股下垂,没有紧致感,他们胯部变宽,身材走样,而这些的原因在于产后出现了假胯宽。 假胯宽除了会引起不太美观的视觉效果以外,还可能会引起腰椎,嗜骨联合分离疼痛,姿势等问题。 胎儿的发育,子宫日渐增大,生物立腺改变,韧尘期松弛素的分泌,使得骨盆关节处的韧带松弛移位,再加上腹部压力的增大。 骨盆和髋关节的位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,这才导致了所谓的假胯宽。 以下这组动作有效改善假胯宽,每天三组。